大家好,我是湛亚亦 我平时比较爱笑 朋友说我笑起来有点像雷佳音 我的性格属于 在不熟悉的时候偏内向一些 比较拘谨 然后在陌生的环境里边不太说话 然后慢慢熟悉了就会比较外向 比较健谈,然后比较热闹 来到这里其实主要的目的是 想找一个能跟我平时一起 喜喜哈哈 有趣的精力的可爱女孩 希望能在这儿 让我有一段比较开心的故事吧 下面是我的小爆料时间 来看一看都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说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屁好 我个人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小屁好 就是在我紧张和拘谨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抖腿 还有有时候会咬手指 抖腿 抖腿是因为坐的时候 一紧张就不觉得想点脚 我把它归结于我之前 学音乐什么的 也不是学音乐吧 学乐器什么的 爱打节奏 但是这个 确实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不太成熟稳重 我也在努力的改 但是目前看来是改不掉了 哈哈哈哈 下一个 肉肉脸的男生身上会有肌肉吗 嗯 其实是有的 但是 都是藏在 也是藏在着肉的下面 等我再努力的话 把肥肉再剪一剪 没准就能 理直气壮的时候 我有肌肉了 给自己设定一个小屋剧本 其实我在去小屋之前 我有过想 就设想 我觉得我到那一定会 特别紧张 因为都是不认识的人 然后我会 不自觉的去觉得人家比较厉害 然后我而且我也不了解 所以我会第一时间是 多听多看嘛 然后就会 话比较少 然后去多做一些 比如说在小屋里边 多做一些事情 慢慢熟悉以后再 跟大家熟悉吧 我希望能有那个 让我一眼看到 就喜欢的女孩 但是越那样的话 我可能会越紧张 到时候就希望 大家觉得 别觉得我是一个 就是 过于内向的人 那其实不是 内心其实蛮火热的 就是 因为之前练过乐器 所以比较柔软 然后就是这样可以 终止的时候可以过来 有一根笔的话 我可以这样直接加起来 以上就是我的自我介绍 还有小爆料的全部内容了 好了 结束 辛苦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